主席 對於這次四川地震 我認為大家都是同胞血濃於水 我們震災是義不容辭 亦都需要救急如救火這樣的速度和態度 有政黨有議員 以各大各富不需要救 以國內有貪腐情況不需要捐 我認為這兩個論點絕對是錯誤的 我覺得分析問題要看主流是甚麼支流是甚麼 個別情況是怎樣 整體是怎樣 不能夠以支流去代替主流 以個別現象去模糊整體的情況 有一句說話 逐大有乞衣 樹大有膚脂 是不是因為有膚脂 是不是因為有個別的情況 而不理整個民族的處境呢 事實上正正現在是有議員有政黨 是玩弄這個概念 利用國內有貪腐情況 來去挑撥我們同胞之情 這個是實實在在的情況 如果說這個廉潔是這麼重要 我想請各位想想 我們香港自稱廉潔 那麼重要 為什麼會出到許氏人涉貪的案件呢 為什麼最近又有湯景明的開單事件呢 再者還有曾蔭權的多多是非呢 那這些我們是否否定了全香港 全香港一直以來行之有效的廉政制度 和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呢 所以我認為現在這個四川地震的事件 我們基於人道精神 人道的理由 我們都必須要救災 立即去捐款 我支持政府的撥款 我認為捐款是必須的 嚴謹也是必須的 監察更加必要 因為事實 市民是有擔心 所以 可能會留些時間 請政務司司長 你回應 就像市民有擔憂 政府怎樣監察 那個捐款的氣象 去切實交代 再者我也想回應一下 剛才公民黨 郭家麒 她有一個說法 說國內是貪污腐敗的政府 你的說法 一刀切 過於妄斷了 怎能夠某個現象 你定性 我們全個國家 是貪污腐敗的政府呢 你是不是言過其實呢 含血噴人呢 再者 再者 整個國家是有缺點 是有不忠 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 作為華奏子孫 是應當批評督衝 但是 不是一刀切一面倒 不是這樣的 所以 我希望 現在留回 有幾十秒時間 給 司長你講 司長 多謝主席 就著這些 由特區政府 給境外政府的撥款呢 一向的做法 都是要求接受捐款的當局 在完成鎮災之後呢 提交評估報告 過去這幾年 我們交了評估的報告呢 亦都是在網上發放 大家是看得到的 我在這裡想很簡單強調呢 其實一億元 在這次這麼大的災害的救援呢 只是一個杯水車身 我們相信 在省政府 他處理這麼大的救災之後呢 他亦都會把評估報告 交給特區政府 多謝主席 下一會